欢迎收看 Yes 乔友行 一个美观舒适的居家环境 对于我们的生理还有生活上 都有非常大的印象 大家一定都听过一个故事 对就是你拥有了一束美丽的花束 然后就觉得怎么跟我的居家环境不大搭 所以就开始找了一个漂亮的花瓶 然后也把居家都整理得非常棒了 那这个也就是软妆的硬实力 那我们自己在家要怎么样打造出 这个软妆的魔法呢 今天就请到了三位来宾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欢迎到的是乡村达人若维 你好 大家好 以及居家专家Carol 大家好 我是Carol 还有欢迎磁器贴话达人Essie 嗨 大家好 首先请教一下Carol 因为有些人或许不大知道 什么叫做软妆 好 那软妆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居家变得更加漂亮 好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室内设计师嘛 那其实室内设计它做的就是所谓的硬妆 是 也就是木工 水电 泥做这一些 但是装修完之后其实房子还是一个空屋嘛 对 所以在你入住之前所有的家具 窗帘 然后包含你的锅碗瓢盆 甚至一个脚踏垫其实都算是软妆的范围 软妆的一环 然后包含像我们的这个瓷器啊盘子这些 全部都是 所以每一个人家里面都需要软妆 好 那Carol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是怎么样提升一些生活的空间氛围好了 其实很多人常问我说 那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很简单 我不想要很多的布置 那怎么样还是可以让家里面 好像看起来是经过被精心打扮过的样子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善用一些花草植物类 就会让空间其实更有生命力 那再来的话呢 灯光也非常的重要 你今天是白光还是黄光 对于家里面的氛围就会完全不一样 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第一步啦 就是家里面的整洁很重要 就像刚刚开头讲的那个一束鲜花的故事 如果你家里面是乱七八糟的话 那你放再多漂亮的东西是无法被衬托出来的 所以第一步还是要先把收纳给做好 OK 所以软妆达人教大家的第一个 其实不是先去买这些 刚才我们讲到不管香氛也好啦 或是瓷器也好 不是先买这些 是要先把你家整理干净 要收纳好 那怎么收纳呢 其实呢 收纳这件事情不外乎就是断省离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 那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呢 是不定期啦 就是可能每半年或八个月没有一定 但是我会去检视空间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是被你闲置很久 没有在用的 那就要把它整理掉 因为很多人可能讲到收纳就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要做很多的系统柜 还是要买很多的收纳 全部收起来啊 不就叫收纳吗 通常到最后你还是会越买越多 然后呢 你房子越买越大 但是你还是会不断不断地做很多的系统柜 你永远都觉得不够用 所以其实重点还是要 不管是衣服啦 过碗瓢盆 然后所有的东西 包含像我们家 自己有个小朋友现在才四岁嘛 对 那其实小孩成长阶段的东西的态换 是更快的 对 如果你没有意识的话 就一直买 一直堆 一直堆 你家里面就会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这是我女儿的房间 这个不是为了拍照弄照 是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你说你一回家打开她的房门 就是长这样子 四岁 四岁 我女儿现在一岁半 所以我再给她两年半的时间 不不 你要从现在开始做起 要从小开始做起 太干净了 那这个书呢 这个书的话 因为小朋友那些绘本 童书 通常它的颜色是非常鲜艳的 是 所以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让它是在我们的视线以下 妈妈眼不见为净是不是 没错 所以其实我把它放在 是比较矮的一个高度 那这个用意就是让它 我们的眼睛不要那么多地被干扰 对 那第二个是放比较低一点 它自己再拿取跟收纳也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都是从小开始交起 然后你刚刚说像锅碗瓢盆 那这个是招具 还有餐具 你也都是把它们根本别类 那所以要教大家 先把家里都整理干净了以后 如果有这个心有余力的话 因为可能小朋友的东西也都收好了 就可以慢慢收藏一些自己喜欢的家具 对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做软妆 或者是做布置是做加法 我都会说其实我们做的是减法 对 当你东西越多 其实你会越难去协调 你东西少少的 可是每一个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重点了 哇 那若薇跟Asi呢 刚刚看完这样子 它这么漂亮的家 你们自己家的软妆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家是在四元八月刚装潢完 然后我就很有感觉 因为我们是从布置跟装潢 全部都是自己来 然后所以 你说没有请设计师 没有 我没有请设计师 就不假他人之手 所有东西要自己做 对 然后我们就自己发包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上网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想说到底要怎么去规划家里的整个软妆布置也好 装潢也好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先生有一个很大的共识 就是我们知道说生活用品进来 其实是非常五颜六色的 对 所以我们觉得说家里的天地壁 就是要比较朴素的颜色 尽量干净一些 对 因为东西进来之后 其实红色绿色就很多 就是我们比较 可能也比较保守 就是没有去做跳色或是很滑的颜色 所以我们家就是维持那个暖白色加原木色系 对 然后那时候我挑那个油漆的色票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白色很多种 是 就是很多种白色 你长的白色可能跟师傅长的白色不一样 如果你有请设计师 设计师脑里面又有十种不一样的白色 对 然后加上就是灯光打下去之后 就是墙壁的白 就是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是包括家里的灯光 我们是选那种没有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主灯照下来很亮那种 我们是用间接照 对 然后加上一些砍灯 然后自己去换那个 我们还自己买梯子 然后爬上去换那个投射灯 就是投射在某个比如说餐桌 或是我们想要照亮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我们选的白色就觉得 好像有点暖暖的 就是不会那么 不会那么冷的感觉 所以你这样搭配起来 就是知道说 OK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变得很缤纷 很五颜六色才叫做软妆 可能你里面已经有很多生活感的单品了 那其他的就先尽量简约一点 那Ansyn呢 你们家的软妆是怎样的方法 我们家的话一样跟Roi一样 是以纯白色系 像天地壁的话 都是以单一色系浅色系为主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 大概就像刚刚讲 半年可能一年就会换一下空间的布置 所以软妆的部分 就可以透过这种可移动的 包含家具或甚至是垃圾桶 垃圾桶的话 我也会用颜色 然后款式来做一个跳色 比如说我家的垃圾桶是橘色的 然后跟家里的墙面是米白色系 那就会有一个跳色的效果 包含像沙发的抱枕 也会有春天 就是春夏跟秋冬的变化 然后材质 颜色这些 我都会喜欢有一个 就是随季节心情来做调整 大家都很懂 我没有想过 大家今天在场都是内行人 我发现 我没有想过 连垃圾桶都要跟着季节 或者是跟着心情去换 因为一般人就觉得 那是一个机能性的东西 我就是把垃圾丢过去 甚至我看都不想看它的 那可不可以再多教大家一些 自己在布置软妆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要点可以分享 其实我觉得刚刚两位讲的 都非常地好 就是一定要有个 主角配角的概念 大家最常发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今天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比方说它有三个颜色 你可能就会挑 你觉得最喜欢的那一个 对 你每一个东西都是这样挑 到最后到你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天哪 每一个东西 它都想要当主角的时候 分开我都很喜欢 对啊 怎么一起没那么喜欢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 在买东西的时候 最常出现的状况 所以像我们自己在挑选的时候 一定会 我们要先从大面积来看 像我们刚刚讲油漆的墙壁的颜色 然后包含地板的颜色 窗帘 床单 这种都是属于很大片的 所以它对你的视觉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是 如果说我今天我的窗帘 我已经是挑一个有花色的 那你其他的东西就要小心了 你不能地毯 也要很有花色 然后床单养花 你看起来就会变成没有 有点视觉疲乏 对 它会没有重点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是好 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家的主灯 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造型 那你其他的东西就要当配角 你不能每一个都很抢眼 那你家会很像博物馆 但是不太合理的事情 这样也不错 你就收点门票 大家进来看 这个是叫 可能是反面的教材 这也不错 就不要变这样 对 因为其实居家 我觉得跟一般的 我们说商业的空间 最大的差异是在于 我们是每一天长时间 是 耐在里面的 所以像我们可能 如果你今天去餐厅 或是咖啡厅 它做很夸张的东西 你会觉得 你的视觉很有那个冲击感 你会觉得很棒 但是居家的话 一定是要让它耐看 是重点 所以主角配角就非常地重要 那风格呢 比如说你已经选了 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你也确信说 它进入到这个家里面 空间感都会是一致的 可是风格迥异 这样子可以吗 好 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 大家就会遇到问题 例如说我很常遇到的是 先生跟太太喜欢的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 可能男生他觉得 我要粗犷一点的 然后甚至有点工业的感觉 那女生可能比较浪漫 她可能有些法式的线条 法式跟工艺完全搭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 一样还是回归到色系的整合 如果说你今天你的东西 比方说好 你想工业风 它可能比较让我们 跳脱出来的印象 就是一些铁剑 然后比较粗犷 甚至一些裸露的砖墙等等 好 这是它的元素 那法式的线条是它的重点 是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布料类 其实如果你让整个色系 走的都是比较偏灰色 白色 米色 这样子的色系 尽管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但是色系是一致的时候 你看起来它就会是协调的 OK 所以再回归到色系 对 然后也是不用再打一架 就至少 先生想要的跟你想要的 还是可以有一个平衡在 对 没错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 是说你有这个余裕 跟有空间去添购东西进来 对不对 但有些人就说 你家已经小到不行了 我会不会把我这么多的东西 再放到这个小瓶树里面 看起来更杂乱了 或是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把它放大的吗 利用软妆 特别针对小瓶树的话 怎么样去放大 我自己最喜欢运用的就是 巴黎岛的饭店 他们会在大厅喷那个水雾 然后水雾就会有香气 空间的营造不是只有视觉上 就是包括嗅觉是潜意 是让人家一进去就闻到 哇 就是非常舒服的 那种南洋的感觉 我今天要示范的是一个 其实在业界流传很久 很大众的配方 是 可以当居甲喷雾 那还可以当最基础的香水 你真的说自己调的 其实跟外面卖的也是一样 对 很有层次感 但有些人就说 我家已经小到不行了 尤其台北市 房价这么高 我能买到的坪数就这些 我会不会把这么多的东西 再放到这个小坪数里面 看起来更杂乱了 或是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把它放大的吗 利用软妆 特别针对小坪数的话 怎么样去放大 我自己最喜欢运用的就是镜子 只有镜子的反射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再来的话呢 色系来讲也尽可能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 小空间是不是就不要用深色 其实也不一定 这个还是要看整体的协调性 那如果说你最安全的 当然你是走白色米色 这种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用深色 比方说可能用黑色深蓝色 墨绿色 其实它还是可以呈现出 很有质感的那个效果 但主要就是要加上 灯光的一些点缀 你就会觉得它是 不会觉得好像很封闭 它反而是很好看的 是让你把空间感放大了的感觉 有一种开放的样貌 好那现在这些 我们都差不多布置好了 我们也有镜子了 也有灯光了 总是可以来一些居家 其他更有氛围的小物了吧 那有人说我要从什么下手 还真不知道 其实瓷器就算是一种了 我们刚才有看到 像是Carol家很漂亮 她的那些餐盘 我们可能一般人就觉得说 吃饭用 就殊不知它也可以当成 一个摆设品 对 Asia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的餐盘的话 在餐桌上使用 那餐桌上使用的话 不外乎就有分西式 中式的餐具 那像我来说的话 我会有添购 可能是特别的盘型 像这样子的长方盘 它这个长方盘的话 就可以是当作 不管是你在餐桌上面 那可以在上面放点心 对 然后放一些小水果 樱桃啦 怎么自己摆摆式 那另外的话 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卧室 放在卧室的话 可能像梳妆台 对 现在在梳妆台上面的话 它可以去放我的手饰品 是 再放个蜡烛也觉得很漂亮 对 我也很喜欢这样用 那刚才有讲到像这样子的瓷器 有一些好像是手绘的 我们一开始介绍 Asi 你是贴花型的打人 那这两个的不一样之处在哪 是 贴花纸的部分的话 它会是有用这种进口的花纸 那花纸的话 它经过10到20次反复的套色 所以它可以用优质的花纸 然后把它贴上去之后 然后再去进摇烧 那完成品的话 看起来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餐具 那以手绘的话 也有我们一般的中式西式的这种餐具都有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是陶板画 对 对 然后或者是一些展示的圆盘啊 方盘 这个是可以在居家里面可能是墙面上的布置 或者是在玄关上面的摆放 比如说是一些大型的花瓶 对 或者是陶板画是可以布置在墙面上 那通常这种是限量的 是 因为手绘的话是会由资深的画师 可能像在日本的话 要超过30年的经历的画师来做这个手绘 所以手绘的话可以展现的是 这个瓷器它的一个立体感 然后还有这个颜色 它的光影的呈现的深浅度 像我们现在棚里面干干净净的 它就是一个瓷器盘子 然后再加上蜡烛 再加上刚才一开始Carol就讲 可以利用一些绿液 对 就很有氛围了 那这个就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如果你在居家的时候 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些香氛蜡烛 然后去营造出来不一样的气氛 好 其实可以营造就是空间的气氛的 居家香氛品有很多种形态 像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是蜡烛嘛 对 然后有的有扩香 或是现香或是喷雾等等 那其实这些蜡烛或是扩香 其实它们本身的容器就很漂亮 那我觉得就可以当成家里的一个摆饰 那除了就是如果有人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使用 或是要用什么样的香味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是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那个饭店 因为饭店呢 它们其实是非常注重就气氛的营造 对然后他们也很厉害在这一块 有一些饭店是根本你走进去 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香味是专门 为了这家饭店所设计出来的 对 所以你一进来说我又回来这里了 对没错 像我就很喜欢去那个巴厘岛的饭店 连在疫情之前 然后我发现他们的Villa 非常非常强调香粉这一块 他们很特别是他们会喷那个 在大厅喷那个水雾 然后水雾就会有香气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空间的营造 不是只有视觉上 就是包括嗅觉是潜意 是让人家一进去就闻到 哇就是非常舒服的那种南洋的感觉 然后他们连一进去房间 他们都有在厕所摆那个扩香 跟那种那种干燥花 但是它的干燥花是有香粉在里面的 然后他们的浴室的用的沐浴乳 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用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哪好香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就问说我想要买这个 就是你们有在买吗 然后他们说没有 就是这个是 对他们没有在买 不对外贩售 不对外贩售 就是他说就是我希望你们 每次来这边 对来这边住的时候 就是就可以使用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自己在家调出来吗 他不给我们 我们自己来吗 自己想当大 像DIY的不可以 对可以试试吧 那今天也可以教大家一个 简单自己在家里面 继续加DIY的做法 对 今天要教大家的呢 是就是我们在家里面 很可以随手取得的精油 就包括甜橙啊柠檬 就是一些柑橘精油 加上草本 那草本的话有薰衣草迷迭香这样 那我今天要示范的是一个 其实在业界流传很久 然后也很大众的配方 是 好 那一般呢我们柑橘精油 会很常用的就是柠檬 甜橙还有葡萄油 这个因为是空间香分嘛 那空间香分 其实我们一般不会太讲究 跟香水不太一样 我们不会太讲究前中后调 我们需要去强调的是它的清新感 然后或是比较可以振奋精神 或是让人家马上闻到那种 立即性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放在前味跟中味 那柑橘呢就是属于前味的原料 好 那甜橙呢 我加了两克进来 会不会自己在家里 就会想说我要下重本 我想要加个10ml 我想要加个50ml 这种是可以自己这样乱调的吗 其实就是我觉得跟刚刚Carol说的 软妆有点像 就是我们从慢慢慢慢堆叠 就是不要一下子马上就是直接太强烈 因为就很难收 如果我们觉得不够香的话 或是味道不够重可以再加 我们总量是5克 所以我们柠檬加1克 就大概20% 好 然后葡萄柚呢 通常我们会加一点点葡萄柚 是因为葡萄柚有一种苦味 就是它不是只有像柠檬 或是甜橙酸酸甜甜是这样 它有这种就是皮的味道 比较大人味是不是 对 我会觉得过甜这样 对 就是它可以让柑橘比较有层次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是做柑橘草本嘛 那我会加一个东西就是橙花 那橙花呢 就是它除了有柑橘的味道之外 它还有很清新的花香 很多香水里面的基调啊 也都会让橙花 对 没错 但是因为橙花呢 价值不肥 所以我们就是放一点点 就算自己在家调 也是放一点点 还是要控管成本 对 它的价格跟茉莉花 还有玫瑰差不多 真的啊 因为它小小一朵嘛 所以里面的金油含量很低 所以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橙花 大量才可以出 对 好 那再来就是草本 那草本呢 我们比较常见 或是家里可以随手取的 就是薰衣草跟蜜蝶香 又有一种安神感 对 薰衣草大家也都好喜欢 对 有点舒眠 薰衣草也不错 对 助眠 一开始薰衣草进来台湾的时候 是因为芳香疗法嘛 然后那时候芳香疗法教给大家 是说薰衣草是助眠的东西 但其实就是我们在业界使用啊 我们发现在香水里面 薰衣草就是一个比较草本调的 一个很基本的原料 就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助眠 甚至我们有就是用了好几个不同的香味 然后让顾客去试闻 对 然后但试闻的同时呢 就是我们有用电脑去测他的那个脑波 就发现其实薰衣草不是助眠 那为什么大家会闻到薰衣草 觉得很疗愈 有那种享受的感觉 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 就是香味其实有暗示的作用 嗯 当我一直告诉你说 这个香味很疗愈 然后很放松 然后你闻了之后久了久止 你也会觉得真的耶这样 就是我们的情绪会跟香味连接 这并不是它本质让你放松 或本质让你想睡觉 而是你被泪催眠式的暗示 对 其实是这样暗示 好那我们要再来放的是那个蜜蝶香 有的人会觉得它药草味比较重 所以就是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然后就摇一摇 摇匀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家大家都会可能家里像有酒精嘛 可是因为像疫情的关心 大家家里不是很多那种消毒酒精嘛 可是那是因为它是75% 所以它的那个水的含量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不能用消毒酒精 好 我们要用95%的酒精 还是要买专业的 对 可以随性把它加到满 之后呢可以当居家喷雾 那它也可以当最基础的香水 通常这样子一瓶 因为这是毕竟是居家用的嘛 居家使用的 所以你会不断的去补喷它 大概多久会用完 大概半年到一年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 我们没有加太多后味的原料 所以就是可能它不会像香水一样 好像6到8个小时还在 所以如果想要一直香香的 可能就要一直补喷这样 那像这样子可以喷在 我们刚才讲软件 可不可以喷在比如说暴枕 或者是枕筋啊 或者是像窗帘 这些都可以嘛 对 但是还是要避免就是白色的啊 因为有时候大家下太重本的话 它其实会 因为怕变色 对 没错 因为精油其实有它 本来的原色 没错 对 那有的比较重的话 然后喷到白色暴枕 或是床单的话 就是会有点污渍 好 因为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 用喷雾的方式 它是一个最快速的 但是确实有分 有一些它会强调说 它是可以喷在衣服 或枕头上 抱枕上 有一些就怕会变色 它就会标示说 这一款是不能喷在上面 不是每一种都可以使用在织物上吗 没错没错 但你稍微喷一些在窗帘上 然后如果你家是有阳台的 把窗户打开 它会这样散进来超香 对 好 我们就这样简单地摇一摇 然后通常如果是香水的话 因为它会 它是原料刚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 大概一两个礼拜以后再 再开始使用 但是如果是空间的话 其实就没有关系 不需要等它这个熟成的时间了 对不对 直接就可以喷 好 那我们拿蚊香汁 给大家闻一下 很有趣 自己在家就这样做好了 而且我觉得它所有的基调 就是喷起来感觉就是一个万无一失的一个 没错 就像刚刚薰衣草它其实很亲民 它非常百搭各种精油 对 谢谢 你这说自己调的 其实跟外面卖的也是一样 对啊 吃的味道 柠檬的香气 很舒服 就是很柑橘味 但是不会只有 只有像吃的柑橘那么的单调 就是它还有草本在里面 很有层次感 我觉得如果你家里弥漫这个味道 你立刻就会开始吸地 就觉得不行 我不能接受 我家弥漫这么漂亮 这么舒适的香味 竟然有头发 对 然后竟然有止血 谢谢若未教我们 怎么样再居家就做好 这么舒服的香氛 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在店里面看 跟家里面看会不一样 其实最主要的条件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核心 就是你家的状态 它是一个整齐的 还是它是很凌乱的 如果你家里面很乱的时候 你摆一些漂亮的东西 它也不会被看见 当你的一个墙壁 全部都是白的时候 你的视觉是没有去聚焦 因为全部都是空白的 对 这时候你的目光就只会往下 就是往你的桌子 往你的沙发 比较低的这些位置 那所以当你的墙壁上 不管是时钟 还是层板 或是挂画 它有一个点缀的时候 你的目光就可以稍微拉高 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空间 是比较有层次感的 是 再请教一下若违 我们刚才讲了有蜡烛 还有自己居家香氛 那有些人也很喜欢买擴香瓶 可是怎么擴香瓶 然后放了一阵子 以后就觉得不香了 怎么会这样 因为擴香 就是我们看是很简单 它其实是一个香氛技术 比较复杂的一个产品 因为你看 就是它需要靠一个东西放在那边 然后你擦枝条 它就要很有味道 或是散到整个空间 它是需要里面有 挥发性很高的溶剂 那可是在扩香里面 它除了溶剂之外 它里面的香氛 会有通常大概四五十种以上的原料 那这些原料 它们也都是挥发性的气体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前中后味呢 其实就是因为 这些每一种原料 它的挥发速度不一样 那比如说挥发很快的 它很快就没有味道 还是前味嘛 再中味 然后像木质调或摄香 它的分子很大 然后挥发很慢的话 它就是后味 因为它是最后才会结束 没错 然后所以当这些分子 它们的挥发速度不一样 然后加上溶剂 它其实挥发很快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一个现象 就是一开始大家一起挥发 那我们可能有闻到 一些前中后味 可是慢慢慢慢 前味中味都消散掉了 那就剩下后味 可是后味呢 它这时候跟溶剂在一起 但是后味它又是比较 比较难被鼻子闻到的 就是分子很大嘛 就甚至有的人 还会闻不到摄香的味道 就是这个原因 那所以呢 就是会变成说到最后 可能我们用了两三个月 会有剩下一些东西 可是我们会觉得味道变了 或是没有味道 就是这其实很难避免 它其实是正常现象 那你要怎么样 可以延长这个使用期限 有些人好像就会把它反过来 对 扩香条这样插过来 是OK的吗 可以再让它活一阵子 对其实可以 因为当扩香条 它吸收到一个一定的饱和程度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就是让它倒反 然后放过来一下 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空间的味道已经够了 你可以甚至把扩香条拿掉 所以它就不会吸那么快 就让它自然的挥发 自然扩散就好 我还听过一个我非常非常 你要说它是小气吗 它有一点想要再让它再利用的感觉 它就觉得说剩下一点点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它会黏在那个壁边 它希望可以把它用到最极致 所以它加了水 这样是可以的吗 这样其实不行 会破坏它的味道对不对 对 而且香粉通常是油性的 然后它跟水性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乳化剂的话 它是不容的 对 所以那样并不会让它把香味也带出来 它其实会水跟你里面的香分它是分成 就是各过各的这样 到它预期的那个效果 好 各位 如果你也是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的话 要记住 香分它并不是沐浴乳 不是就加了水以后 可以继续再使用的 没有这种事 那就像刚才若为跟我们建议的 其实通常它剩下后味的时候 你就再买下一个了啦 对不对 因为它的味道扩散出来 大概也只会闻到那个后味 也不是你原本喜欢的前中后了 那可不可以再教大家一下 在不一样的空间里面 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些香分产品 或者是香味 好 因为家里会有 就是跟饭店不太一样 因为饭店主要是睡觉嘛 那家里可能会有就是玄关啊 客厅啊 然后我们的卧室 甚至是浴室等等 那如果是玄关或是客厅的话呢 我建议可以放就是 因为是大家要在那边交流 就是算是一个公共空间 对 所以我建议是放就是比较安全 然后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比如说是就是一些花果香调啊 或是一些柑橘柠檬啊 就大众满意度最高的 对对 其实就是比较安全 然后大家到那个空间 就是会觉得好像很舒服很放松 就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 异味在那边 然后像玄关的话 因为通常蜡烛是需要点火的嘛 那所以玄关的话 就是我会建议不要放蜡烛 因为放蜡烛点火的话 常常会忘记 然后像阔箱枝条啊 或是阔箱石 就是像不是有那种阔箱石 就是你自己喷 喷雾上去它会有味道 那种就很适合放在玄关 然后像卧室的话 因为之前我其实有买过那个柱棉喷雾 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在睡前 我就喷在我的枕头上 可是我发现那个晚上 我就根本睡不好 因为一直在欣赏那个味道 太香 喷太多 对 本来是欣赏 然后后来就变成说 就是你没有办法睡得很沉 因为你翻身就想说 没有 你可能会有点强 或者说它这个比例 它里面加了什么 然后开始在想 就是跟我们一般人这样不一样 对 本来在思考这样 有可能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好 那其实卧室需要的香味 应该反而是离床远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的敏感度不一样 对啦 因为它太干扰你了对不对 对 就是它对我来说 变成是一种干扰 然后我觉得 香味其实最好的浓度 是若隐若现 对 就是它不是说 好像我要很强 强迫被闻到的感觉 对 这样别人好像觉得很难呼吸 它其实是应该若隐若现 然后你有时候又闻到 然后有时候没有 然后真的很想继续闻的感觉 是 然后在浴室 厕所 其实很多人会放香粉 那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香草的味道 就是我们吃冰淇淋 就常吃到那个香草甜甜的嘛 那那时候我觉得香草甜甜的 我想要把它放在浴室里面 所以那时候在厕所我就 就是每次用完 就会喷那个香草味 一开始很喜欢 然后到后来我闻到香草的时候 觉得 怎么有厕所的感觉 你马上联结 对 没错 就是我发现 我竟然把这个我很喜欢的 香草的味道 然后跟那个厕所做连结 然后后来我就 不要用 就不错 而且你万一在吃香草冰淇淋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直想要厕所 我就觉得一直吃啊 一直想要厕所 一直想要厕所 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在厕所的香氛 要跟其他的空间区隔开来 就是不要好像 我很喜欢某一瓶香味 然后我就家里全部喷 厕所也喷 所以每一个空间都还是有 它自己适合的香气跟香氛 没错 然后尽量把它区隔开来 这样你才会觉得说 我在家里面每一个空间 都好像是崭新的 对 那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啦 自己在家里面 不管是香氛蜡烛或是刚才说的室内的香氛 用喷雾的 喷洒的 又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要怎么样去用这个 它的扩香 扩香器 也可以营造出很棒的氛围 那就想要再回来问一下Carol 因为有这么多东西 大家分别买的时候都觉得很棒 我这个空间可以放蜡烛啊 我那个空间就放扩香器很OK啊 怎么越摆越乱 怎么办 其实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小故事啊 很久以前有一次我去逛一个家室店 然后就有一对小情侣 然后这个女生就看到一个视频 说这个东西好漂亮啊 然后那个男朋友就说 摆到我们家就不漂亮了 然后我内心就觉得说 那也是你的问题啊 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在店里面看 跟家里面看会不一样 其实当然它有最主要条件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核心啦 就是你家的状态 它是一个整齐的 还是它是很凌乱的 如果你家里面很乱的时候 你摆一些漂亮的东西它也不会被看见 就像主持人刚刚一开始 我们开头提到说 一束鲜花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 你收到一个花 你觉得很漂亮 可是呢你把它放在你的餐桌上 你的桌上很乱 甚至很多灰尘的时候 它就不会是好看的 所以你必须把它整理干净 让它可以被衬托出来 所以一个空间里面确实 你要用衬托以及主角配角 你要一直有这样子的观念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把 每一个东西给凸显出来 那包含是说你可以区域性的嘛 比方说我客厅的主角是什么 然后我的卧室我可能是一幅画 还是说我的书房 我有什么雕塑品 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它的重点 你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都是 每一个区域是可以被分开来的 像刚才那张照片也是你们家 对 这是我的卧室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算是书桌的概念 那我是刻意选了一个透明的一个桌子 是因为我不想要让它的存在感太明显 对 如果说你今天放的是木头 或者是食材的台面 那它的存在感就会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精挑细选 我想说我设定的条件其实也非常的那个雕 我就说我要一个透明 不要太有存在感 但是又不能太没有特色 然后看起来又不能太普通的东西 但是最后真的还是让我找到这个款式 因为还要搭配你所有的单品 对 你看刚刚那张照片 其实单品是非常多的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东西这么多 可是它可以整理起来 是一个有一致性的画面 像你刚才那样有台灯 有桌子 桌子比较像是你的主视觉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的强调出来 然后又有画 像我们也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家里面 可能像刚才两位说的 都喜欢留比较干净一点的空间 那可是有些人觉得说太干净了 我想要做一点摆设 对 除了挂画以外 还可以做怎样的装饰 好 首先要先提到 为什么我们墙壁上 会建议有一些摆饰品的原因是在于说 当你的一个墙壁全部都是白的时候 你的视觉是没有去聚焦的 因为全部都是空白的 对 这时候你的目光就只会往下 就是往你的桌子 往你的沙发 比较低的这些位置 那所以当你的墙壁上 不管是时钟还是层板 或者是挂画 它有一个点缀的时候 你的目光就可以稍微拉高 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空间是比较有层次感的 是 其实跟我们的穿搭都是一样的意思 如果说你今天穿一件全白的这个连绳裙 整件都是白的 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单一 可是如果这时候你可能加了一个腰带 就不一样 或者是说你配戴条项链 还是说我不要项链 但是我别的一个胸针 对 这个都会让你在视觉上就有一个聚焦的点 你就会觉得这个感觉上它是没有很刻意 但是又会让你觉得还蛮精致的一个做法 用一个小配件去带出它的亮点 像现在这两张照片里有一个挂画 所以你的视觉焦点马上先在墙面上 但是你又移到左下方的时候 这个盆栽好漂亮哦 让空间活化起来了 但右边你就不是用画的方式 对 右边是挂女儿的芭蕾舞衣 对 应该说这两个方式不太一样 是左边它算是比较简单的 你只用了一幅画这只有一的概念 那右边这个是用很多的 然后而且有高高低低的很不同的层次 但是这些元素它还是要有一个共通元素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先生和太太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那你就用颜色去整合嘛 那像这个的话我挂了很多东西 但是它们一定都是跟同趣有关 以及你可以感受到它比较多是灰阶 然后第二个你会看到颜色就是粉红色 所以它是灰跟粉两个的搭配 那这张照片的话是我的浴室 那浴室的层板也是一样的 像我们家的那个我们不是用大浴巾 我们是用白色的长毛巾 就像饭店的概念 这样子去放 不然如果说像我们家也只有一家三口 可是光是三个人 如果你三个人有三条大浴巾 然后那个女儿可能选了Hello Kitty 然后老公跟太太不一样 你看起来就会是乱的 所以像浴室也是一个特别容易 显得杂乱的地方 都是要先去做色彩的整合 那这张照片是我之前的旧家 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空间的亮点 就是那只猫 对 所以它必须一年到头都在那 对 都在那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衬托 那你可以看像我这张照片 我墙壁就是白色的 但是我上面可能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时钟 然后贴几张可能是像派利德 或者是明信片 就是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布置的手法 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它不一定是说很困难的 你真的就只是很简单的去 张贴一些你喜欢的元素在上面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可以去呈现出他自己的个性 真的是软妆达人 因为刚才那几张照片 就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一些单品 像很多的香氛它也都有用到 比如说蜡烛也有 或者是暖烛灯 刚才有讲到暖烛灯也都有 就是这些小单品去堆积起来 就把这美感整个烘托出来 假设我的预算整个家 我只想抓一万块 那我要怎么挑 有的人可能就会想说一万块 那我想要买十个复制品 但是我就会建议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万块我可能只会买一到两件 所以它的值呢就会拉高 你与其去买很多琐碎的小东西 你不如挑一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有特色 或者是说它是更值得被 可以收藏的物件 那这样的话你比较能够去感受到 它的价值感 我们再回来问一下Estee 是 如果再回到比如说刚才讲的 这个有水晶 然后还有刚才你已经介绍的瓷器 盘子 你自己本身也收集了很多水晶 我喜欢水晶玻璃 对 因为水晶玻璃的话 像它不是天然的 不是我们可能常是在身上看的 那个有能量的水晶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居家会看到 这个是所谓水晶玻璃 那包含水晶玻璃的话也有用的 就是拿来喝的器皿 然后像花瓶 那像是甚至是一些小百件 用品的话呢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水晶杯 我们所谓讲水晶杯就是水晶玻璃杯 那它的水晶杯的话就是非常的透亮晶晶剔透 那它跟一般的玻璃杯有什么不一样 会不会我在买的时候 我误以为它是水晶 我就带回家 然后还好好的珍藏它 就发现没有 那就是一般的玻璃杯 一般的玻璃杯的话 其实用眼睛 第一用眼睛看是看得出来 像水晶玻璃的话它是晶莹剔透 它甚至在光源下照射 你会看到它会有这个七彩的光泽 用眼睛看 那如果是一般的玻璃杯的话 可能像我们平常 因为我们很喜欢去热炒店 跟朋友聚餐 然后用的这个杯子 有的是玻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有点带 有一点绿色 对 所以第一个是从视觉 你从色泽上面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对 从色泽上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说我们是去卖场 然后或者是我们去挑杯子的话 想要找这种水晶玻璃杯的话 用声音来听 哦 怎么听 用声音来听的话也是可以 比如说一般的玻璃杯的话 就是大概是这个声音 比较薄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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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听水晶玻璃 好 那水晶玻璃的声音 很好听 就比较更温润一点 好像包覆性强一些的感觉 对 怎么有点送波感 水晶送波感 就是还蛮疗愈的 对 然后我们可能在碰杯的时候 嗯 好好听哦 对 对 对 水晶玻璃的话 因为它的 它是高温烧制的 然后它有 还有各种就是这个 金属氧化物 可以让它这么的晶莹剔透 跟这么的薄透亮 然后它毛细孔是几乎是零毛细孔这样 所以在敲碰杯的时候 你会听到这个非常悦耳的声音 是 所以大家下次啊 因为看了这一集以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 她在买的时候就开始 叮 然后看那个色泽 可能专闺小姐 销售小姐 会让你听看 然后让你用眼睛看 嗯 然后用耳朵听 对 那再来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你喜不喜欢 对 其实一眼 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演员 就把它带回家了 对不对 因为像刚才Carol家里也是啊 有这么多的单品 这么多件 一定也是入你眼的 对 你才会想说 那我要回家看 我要怎么样把它堆积起来 怎么样摆设出来 才会是我符合我家里 去家的美感嘛 那一般人真的还不懂这些 他又很想要跨入 这个软妆布置的天地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 他们可能预算是有限的 好 我们来聊一下预算分配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人 确实的都会问我说 我今天没有要花很多的钱 假设我的预算整个家 我只想抓一万块 对 那我要怎么挑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会有两种路线 有的人可能就会想说一万块 那我想要买十个布置品 但是我就会建议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万块我可能只会买一到两件 所以它的值呢 就会拉高 你与其去买很多琐碎的小东西 你不如挑一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有特色 或者是说它是更值得被收藏的物件 那这样的话你不要能够去感受到它的价值感 那再来陈列的部分 还是会回归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你不想花太多钱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运用灯光 还有运用这些花花草草 因为这些是很便宜的 但是呢 你这时候再点缀一两个 你觉得特别有特色的 可以去被衬托出来 那这样那个价值感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买很多 因为东西越多 其实是越需要一定的功力 才有办法把它配得很好看 要有美学的 对 不然它很容易会变得说很杂乱 以及你可能觉得每个东西分开看都很好看 可是摆在一起就是他们互相在睁眼 所以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凸显出来 那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布置的时候 最常犯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对 所以预算假设真的有限的时候 一样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减法 你不要想着软妆我就什么都买回家 你装 不是这样子 先选一到两个 你觉得是最喜欢 而且你自己在家你最有把握的 对不对 至少带回家你要把它装起来是漂亮的 今天这集学到了 我们非常谢谢三位专家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集以后 因为软妆它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你不需要去动到你的硬妆 硬妆黄是不会有变动的 而且有很多的trial and error 你可以慢慢试 总之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试到属于你的生活美学 YES 潮友欣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音音 今天来到现场一定不能藏私 要把你的保养小秘密告诉大家 其实我觉得用过很多不同的产品 可是我都用不久 但只有一段是我可以用很久 因为我发现我一用它之后 脸的保水度就是不一样 你发现你的肌肤的光泽是从里面透出来的 它有点像一个陶瓷机的感觉 我们女生的肌肤就是不一样 对 谢谢你这样我好开心 果然我换队保养品了 换队保养品 对 而且里面它其实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单纯 而且我觉得刚刚讲的是凝胶 就是我们在洗完脸之后 你什么都还不要擦 就直接上它 它绝对比你一般用到的化妆水 还要保湿 还要渗透 对 然后因为你要想 如果你哪一块抹布 如果原本是刚新买来的 还没有使用过 你去擦那个水 你就觉得怎么都吸不起来 吸不进去 对 可是你要就要让你的肌肤 如果好像已经有点水 让那毛巾有点粘湿之后 你再去擦东西 越来越多 越细越多 你的肌肤就是这种状况 你很干的时候 你用什么肾都不进去 可是你先用瑞恩施 三型胶原蛋白凝胶 先上了一层 你就好像吃进去了 然后你再去上其他的东西 马上收 马上灌进去 然后最后再用它们的喷雾 我的天哪 真的 其他保养品可以丢掉了 像我刚刚拿那个喷雾 其实到哪里都可以喷 因为像我们原本做凝胶那一个 就放在家里 就是洗完脸 或者是说早上要化妆前 做一个很棒的急救 或是深浅补充是很好 可是你在外面 你可能半天了 吃个半 对 吃个饭 或是像这种美光灯打下来 其实它也都是很伤 或是怎么办呢 你就拿个一喷 你可以当定妆喷雾 你可以当保湿喷雾 就像一喷 脸马上亮起来 让你的肌肤撒到最好的锁水 一旦锁水的肌肤稳定了 你就不会有奇奇怪怪的状况发生 用对产品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你讲得真好 没错就是这样 好 谢谢音音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